然後我們有乳房專科跟整型外科專科 所以不管是有些人有健康上的問題 或是美學上的問題 其實都會來找到我們 鹽水蛋的那個鹽蛋 他可能不能去泡溫泉或幹嘛對不對 對有很多的限制 我是不是很專業 對他真的是 厭餘的乳房外退醫師 真的因為我真的 遇到太多獎物 不可能 我第一次聽到 我看到小鐘都這麼認真的 我會聽這個 因為我們要關懷我們的另外一半 沒錯 那你現在另外一半在 我另外一半在這裡 你長剪了 你長剪了小鐘都 我兩手都剪了 很多雜誌都在採訪他 這個超有名的雜誌 Vogue雜誌不會亂採訪人吧 不會 你應該沒有被採訪過Vogue吧 真的沒有 對啊 你頂多是JKS 你又在JKS上看到我 不可能吧 好 你看到沒有 我今天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歡迎收看 明人出乃玩 哇今天太開心了 真的 今天的搭檔是你 你確定沒有開心 我 對 沒有妝 你還是要客套一下 對啦 因為我芸汐好朋友啦 不過這一次的內容我很喜歡 我還想說你帶我來 美大卡景點是不是 這個地方是不是感覺上可以拍MV了 對啊 我們來拍一張 我出新歌的時候找你來當女主角 真的喔 對 你確定 我因為我這輩子應該不會再發新歌了 No 好啦 這個地方其實不是王美來的咖啡廳 啊 不是咖啡廳 我以為 你來這個地方可以讓你的身材變很好 健身房 健身房 有一點接近 哦 還不是健身房 潘若迪在裡面等我們的 哦 不是啦 怎麼可能潘老師在裡面 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 有時候健身啊 要花很多力氣 花很多時間 還不一定達到效果 今天這個地方厲害 而且今天有個大事在裡面 嗯 我是沈玉琳嗎 那是荒謬大事 這個是他很會喬 我需要嗎 你覺得我需要嗎 你啊 我看一下 我覺得你滿 滿需要的 好 那趕快帶我去 走 很需要嗎 很需要 不得了啦 我們終於來找到 乳神所惡 張醫師 張志浩醫師 乳神所惡 這麼狂妄的稱號 嗨大家好 我們是張醫師 我們是就是乳房專門店 我只做乳房 然後我們有乳房專科跟整型外科專科 對 所以不管是有些人有 健康上的問題 或是美學上的問題 其實都會來找到我們 哇 我跟你講他算是這個 來家 的第一 最厲害的一個醫生 尤其是 首席 胸部方面的醫生 你一直玩人家的道具 不是道具 沒有 因為早期的是鹽水袋 現在新的呢 是已經做到不一樣 他這是矽膠的嗎 對 沒錯 這個我們現在齁 其實像 不管是小鐘跟上面拿的 或者是我們手上拿的 這都是果凍矽膠 果凍矽膠 那其實非常的擬真 現在齁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做胸部 越來越多人做 對 因為即便有些女生你去摸 你去抓 你完全看不出來 那是 那是做錯的 我以為你也轉過來要抓我 我剛剛好想 我怎麼可能抓你 我剛剛笑而已 因為你幹嘛呢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要問一些專業的問題 我跟你講 我有整理一些 觀眾朋友都很想問的問題 對 因為我跟你講很多其實說 現在其實很多女生 是比較沒有自信 是來自她的胸部真的是比較平的 就身材 有的是A罩杯的 說真的 有的女生我的胸部都還比她大 那譬如說我們張醫師 譬如說她有在哈佛啊 還有去國外很多地方對不對 法國 法國 義大利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就是說 把一些全世界最好的一些潮流 對 然後更好的材料 更好的技術概念融入進來 對 而且我們就是給客戶一個安心保證 就是說 至少我們就是全新的 對 專注只做乳房這件事情 對 所以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一直很意義為傲的就是 我們乳房一條龍的概念 你從 對 專門從健康 然後一直到 未來如果有些女性不信 有些乳癌的狀況 對 我們都可以幫忙做治療重創 所以說她甚至有些醫療的這個 她是非常專業的 一般的醫生不會管你那麼多 她就只會幫你打開來就放進去 大藥小啊 這樣 對啊 她會先幫你整個掃 看你的胸部是不是健康的 她一定是健康就再幫你去做 所以說她有專業 所以說這一點就覺得跟很多其他的診所是不一樣 像你知道我有一個最有趣的一個案例就是說 先生跟太太一起來 先生在做之前每次都跟太太說 沒有關係啊 你小小的我已經看很習慣了 沒有關係 我們是真愛 我們是真愛 結果後來她做起來之後她很驚訝 她說 哇怎麼現在的 因為這小姐直接從A照片直接升級到F照片 F A到F A B C D E F 然後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她就覺得說 哇怎麼現在的技術有辦法做到這麼的柔軟症 剛剛其實我們都給 那個小鐘跟允熙看過這個影片 真的很驚訝 做F照片之後呢 她現在多方便了 她背後有蚊子 她這樣一甩 啪蚊子就打死了 我還以為你說要把她一夾就把她嚇死了 孩子跟醫生想的不一樣 你果然是業餘的 業餘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它是一個良善的事業 它讓很多女生恢復自信 甚至就像你剛才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讓鼻子夫妻或鼻子男女朋友的感性變得更好 而且現在真假已經摸不出來 像我們早期教的一些女生 你不是都摸得出來嗎 早期的我摸得出來 因為早期我曾經教過假的 對 我很誠實 對對對 我想知道是誰喔 沒有它就是 你不認識啦 就是鹽水蛋的那個男蛋 它可能不能去泡溫泉或幹嘛 對不對 有很多的限制 我是不是很專業 對它真的是 厭餘的乳房外科醫師 真的 因為我真的 因為它的鹽水蛋它會變硬 你好像兩個蛙子 對 因為以前就像小鐘哥講的 其實以前做完會兩顆骨骨的 所以以前講什麼木蘭飛蛋 對 夾奶啊塑膠奶 很多很低位的名字 形都不好看 對 木蘭飛但是這樣玩 但是現在我們都是說 如果你用內飾鏡頭 我們都是講美劇 現在這種的乳房 其實我個人覺得 它已經升級到一種 精品眼學的概念 對 你就是你要好好的設計 只要它符合黃金人學的標準的話 像剛剛兩位都有看到說 即便做到G罩杯 G喔 還是很自然 所以說你看 流量密碼 因為我覺得譬如說現在 我們在看我們節目的人 可能很多女生 她是早期在做的 我覺得歡迎來到這個地方 換新的 就好像我們車 可以 你就把兩個鹽水蛋拿出來 換現在這個最新的 你又什麼要問呢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健康嗎 然後因為就很多人會問說 乳房如果摸到硬 很壞 該怎麼辦 然後腫瘤如果看起來是良性 也要拿掉嗎 因為這我們剛好看到案例 對 那切除之後 會不會留下傷疤跟凹陷 因為這是很多女生在意的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會說 其實要先求先醫在美嘛 你先要有健康 你才能講後續的美學的東西 健康真的很重要 而且現在齁 其實乳癌 我們發現越來越多 生活的品質越好 然後越接至飲食 然後壓力越大 晚婚 這些都是我們的危險因子 其實就會造成說 這個乳癌風險上升 那好多女生其實摸 或多或少都會摸到胸部有硬塊 有這個要怎麼摸啊 我好像有耶 等一下我教你 醫生會教你 相信觀眾也非常期待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常常發現乳癌的話 都是另外一半發現的 真的喔 就摸到 我們都會建議說 來專科醫師這邊做檢查 那我們怎麼檢查呢 其實 厲害了 大家以為這只是道具 不是 這個其實 廠牌不重要 我們只是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微型化 這就是超音波機 而且是衛福不合可的 我們現在在做之前 其實我們都會呼籲說 所有的醫生 應該是要自己拿起超音波 幫請客戶做乳房的檢查 其實腫瘤有分成六大基數 六大基數 就是BIRUS 我們國際的標準 那456就是比較偏向乳癌 這個當然是要後送到醫院去做 一定要 那你可能要化療或幹嘛 對 就是他可能 乳癌的風險比較高 在超音波檢查到的時候 醫生可能會跟你說 這個是良性 但是各位要知道喔 他前面刮鬍起來 沒有講到的姿是什麼 是什麼 看起來是良性的 有些人會說 切片起來是良性的 那我們還要拿掉嗎 這時候我就跟他說 其實電話民調不等於大選結果 所以你可能切片 他起來告訴你是良性的 但是說不定 你把他整顆拿掉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在變壞了 所以我都會 其實我都跟我們患者講說 其實why not 能夠安全的把它拿掉 當然是最好的 對 當然最好的 但是後面大家也會擔心說 像雲欣剛也問到說 如果說我這個腫瘤直接拿掉的話 會不會造成凹陷 當然是會 會凹陷 那我拿掉之後 我可以再做 對 這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 提倡 提倡還有推廣的一個 新的一個觀念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有一些 微創的一個手法 我們可以在這個 用一小小的洞 把腫瘤拿掉 同時間 很多客戶就問我說 欸醫生 我這樣拿掉之後 會不會變小 對啊 那變小咧 那我就跟你說 來 我第一次聽到 看到小鐘哥 這麼認真的 我會聽這個 因為我們要光懷我們的另外一半 沒錯 對 這個很重要 你現在另外一半在 我另外一半在這裡 你長錢了 你長錢了 我小鐘哥 我兩手都解了 你 所以我們就說 其實很多人會擔心 我拿掉之後 會不會變小 我們就說不會 我們現在就在 拿掉的這個同時 將這個矽膠放進去 所以 同時間在變大 那請教一下 譬如說以前 以前做這個胸部 都是從這邊 有畫的 我們以前看 是不是都要看這邊 那現在也是一樣 從這個地方嗎 現在其實慢慢流行 我們現在全部都從乳暈做一個切口 所以更看不出來 更看不出來 你乳暈誰會看得到 那現在真假莫變了 你真的會看不出來 真的 摸也摸不出來 摸也是像真的 現在我們就真奶假奶都摸不出來 你今天情緒很高 我已經快受不了了 我現在都想放進來自己摸 我摸一下 你摸摸看 是不是很真 超級真 真的現在的現在超級真 我沒有摸過你的啊 真的很像真的 所以那種大小奶啊 或者是那種高低奶 其實也是可以調整的嗎 也可以 也可以調整的 我們這個做的是圓形的 我們只能盡可能去校正 它兩邊不一樣的大小的地方 但是它可能沒辦法到百分之一百一樣 但是我說真的 你看剛剛你看那些影片 對 其實它可能會多少 有一點點小小的落差 真的看不出來 而且它的重建很厲害 因為我剛才看到一個八字奶的 它重新弄過之後 哇 哇 名模的胸部 超漂亮 我來看到那個 氣勢完全不一樣 它那個是長長 真的像一個八 對 當它弄完之後那個型 好美喔 像水滴型一樣 所以我說這個 男生幻想就是水滴型的胸型 我覺得我自己的胸型 不是不是我太小 是因為胸型有問題 我就覺得 有時候我們就是在換衣服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會看到別人的 胸部怎麼那麼漂亮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長得那樣 因為我就沒有穿那衣 我如果一般穿運動那衣 我看起來就會胸部很小 所以網友才會給我一個封號 叫引如女神 其實我們有一點是說 把這個胸型像雕像一樣 雕一個完美的乳 雕刻喔 它要夠挺 但是又要有水滴型 然後又可以晃動 這個超級難的 我們把原本你內內做起來 它可能是僵硬在那邊的 我們把它設計再說 我們把它放在 我們俗稱叫半斤斑動 或者是雙平面的做法 上半人是胸大肌 上半人是乳腺去覆蓋 所以它原本在那個空間裡面 它就很容易自然的這樣子晃動 晃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其實你只要會晃的話 其實你只要你正常的生活當中 它就已經達到你原本 要透過按摩才能夠達到效果 達到效果 這我常常跟客戶這樣講 那不是我們現在基本上 不太需要強制性救命性的按摩 但是我們改過來了 我們要不要按摩 要 乳房要按摩 就跟我們肩頸有時候需要按摩一樣 按摩一樣 我們讓我們原本 譬如說你原本小小的 它突然撐大的時候 它可能前期的時候 它這時候皮膚比較緊繃 比較沒有彈性的時候 我們透過一些筋勇 透過一些淋巴的疏導的方式 去慢慢放放放 我們叫做二次發育 一種保養的概念 一種保養的概念 你像以前會痛的鑰匙 現在是舒服的 就好像平常 我覺得醫生講得很棒 就是其實我們 就算是其他的地方 也是需要舒緩 而且你看 張醫師不是開玩笑的 他很多雜誌都在採訪他 他有名的雜誌 Vogue雜誌不會亂採訪人吧 不會不會 你應該沒有被採訪過Vogue吧 真的沒有 對啊 你頂多是JKS 我採訪了 你又在JKS3看到我 不可能吧 你看到沒有 醫生沒有在開玩笑 其實我們 我們都蠻歡迎說 很多雜誌直接來檢驗我們的 而且這個雜誌不是隨便雜誌 這個雜誌官影是封面 你就知道這個是厲害 如果是我封面的雜誌 那就還好 應該是不會有這個雜誌 對 所以說你看這個東西是專業的 芸汐都已經先預約 待會要直接先去 對對對 我可以先 特別版 對啊做一點什麼方法 不是你 不是你吧 現在太多了嗎 沒有啊 你還不放心嗎 中科在演藝圈就是最 對啊 就我出臉他出手 對啊對啊 你出臉他出手 不出手啊 那你眼睛會閉上嗎 我先去廁所一趟 好啦 一人謝謝張醫師 謝謝你們 謝謝 一人突然玩 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